根据美国主要新闻机构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乔拜登 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以279张选举人票 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此次大选的选情极为胶着 最终取决于四个关键战场州的投票结果 美国东部时间11月7号中午 计票结果显示拜登以0.5%的优势 拿下关键州 冰州 跨越了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 随后 内华达州也放出结果 拜登再取6票 彻底稳固了慎选的优势 拜登在一封声明中说 美国人民对我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的信任 使我感到荣幸和谦卑 面对史无前例的阻碍 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民投下选票 再次证明 民主在美国人内心身处跳动 他还在声明中呼吁美国团结 随着竞选活动的结束 是时候把愤怒和严厉的言辞抛诸脑后 作为一个国家走到一起 是时候让美国团结起来 和疗愈伤痛的时候了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 只要我们一起 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 这是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 他在2021年1月21号就任时 将以78岁高龄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拜登获选的那一刻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特朗普做何感受 据报道 拜登胜选消息公布时 特朗普不在白宫 他在维吉尼亚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仍坚称拜登冒充胜选者 大选远远未结束 当然 相关推文被推特标注为含有误导信息 早在选举日当晚深夜 当大量选票仍在点算时 特朗普总统曾发出错误的胜选宣言 自此以后 他反复指称 选票点算中存在舞弊行为 但并未能提出有效证据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一再多周发起诉讼 挑战点票结果 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 等共和党内的重量级政治人物 大多人未发声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罗纳·麦克丹尼尔在推特上称 媒体不能决定谁胜选 选民可以 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则称 选举结果人未最终确认 当所有合法的选票被计算 重新点票结束 选举舞弊的职称被处理之后 我们会知道胜者是谁 但也有共和党人 立即恭喜拜登胜选 曾竞选美国总统的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在推特上 恭喜拜登和哈里斯胜选 并称 他们是善良可敬的人 当然 美国大选是件大事 不仅美国本土 世界各国也是跟着操碎了心 拜登胜选的消息一经传出 世界各国的领袖 也纷纷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 第一时间向拜登表示祝贺 同时还不忘Q一下 新晋副总统 他说 哈里斯第一位非裔美国女性 当选副总统 是历史性的成就 他期待着 和拜登政府的紧密合作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 他期待着与拜登的合作 要战胜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 跨大西洋的友谊 无法取代 法国总统马克龙 发推特向拜登表示祝贺 并说 战胜挑战 我们任重道远 让我们通力合作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发推向拜登和哈里斯 表示祝贺后 又发布正式声明 称加拿大和美国关系 卓越超群 世界舞台上独一无二 两国政府将继续合作 推进世界和平 包容 经济繁荣 智力气候变化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说 祝拜登和哈里斯好运 期待着与他们合作 他说 我确信 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 会日益强大 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 称拜登是希腊真正的朋友 相信拜登任总统期间 两国关系会日渐强大 由此可见 这些经常与美国打交道的领袖们 也都期待着能和拜登 始于一段和谐的交往 有捧场的 自然也有砸场子的 来自伊朗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的反应 并不如此积极 他取笑美国民主 说不管大选结果如何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的政治 社会 道德标准下跌 除了砸场子的 也有不忘失败者的 前丹麦首相 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 则在推特上 给落选的特朗普 发去忠告并配图说道 这是落选之后 光荣地离开办公室的 正确方式 至于中国方面 确实是因为时差 错失了先机 由于拜登胜选 发生在北京深夜 截止小编发稿时 中国目前还没有 做出任何官方反应 不过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早就表示 希望大选能够平稳 顺利地举行 希望美方新一任总统 与中方共同相向而行 回顾四年光景 中国与特朗普为首的 美国政府 是摩擦不断 道远且奸 想必中方看到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 心中也有着 些许的欣慰吧 当然 这届美国大选 现在还远远 没有到结束的时刻 共和党一方 一定会做最后的挣扎 至于最终结果 走向何方 我们将会持续 为大家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 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